這節真是想說說說台灣 聊起這個教主 我也很久沒這麼叫他了 自從他翻臉之後 我應該是2013年跟他翻臉 還是2014年 開始叫他《芒果佬》 所以《芒果佬》是我發明的 這個真的要CAM 將來呢 有版權 絕對有版權 要CAM 100% 這個是我的專利 偉大發明 黃毓民從此變成《芒果佬》 都說了我們這個台的名字 《義德道》是這樣來的嘛 星期二就是因為黃毓民住《義德道》 黃毓民住《義德道》 我們對他也有很大的肯定 這個節目 以你居住的地方命名 四十萬人聽的節目 竟然是用你居所的名字 你也如有榮言 其實黃毓民真的是我們的政治啟蒙 我們那時候支持他搞社民連 再支持他搞五區公投 他就踢爆了很多當時民主黨 公民黨那些不堪的往事 以前我們不知道 我們站在國外人 我們完全不知道民主黨是做過甚麼 你不會理會的 就由他那裏知道 泛民原來其實是一個 利益的集團 是一個獨家代理的民主 獨家代理集團 他展示盡了這個民主量 現在的CAM版權很像的 每逢有民主他都要過一刀 要給他3% 最少收你99% 因為當時七一遊行 你要給民陣 民陣不是泛民其中一個檔口 我們說的是檔頭 是用來收錢的檔頭 香港真的有班人是這樣的想法的 你明明為什麼說榮光 你連榮光也要去CAM版權 那你民主派那班人就在CAM版權 每天都要預約他不是跟你說版權 說地盤就跟你說 你不跟我的隊伍 就問你甚麼人 跟誰出身 民主原來是這樣的 要跟大哥的 他們就是民主獨家代理 他們是民主獨家代理 當時員工也拖出來的時候 民主派瘋狂攻擊他 其中一個叫李慧寧 一個叫吳明德 吳明德來了英國 就說你在哪裏出來的 即是說他的出身 他就沒有直接攻擊 說一些 似是而非的提問 就問他在哪裏來 然後說自己很有記憶 說到自己是哪裏 哪裏是哪裏 跟哪裏是黨派出來的 跟哪裏有關 那是甚麼意思 就是你圈圈 他們本身是一個圈來的 他那個圈是獨家代理的 民主兩個字是他們獨家代理的 任何人出來參選 你也是戒票 你也是共產黨的鬼 不可以的 不可以有人挑戰他們的 所以我再說一次 我們是不會跟你們去維威 開Party 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如果我們為了要拿個政治游泳 就跟你們去維威 出賣選民呢 我們一定不會做的 我們立民主黨立了很久的 當年14年開咪已經開始立民主黨了 當時是花生台 花生台是民主黨的喉舌 那時候 我們節目是最多人聽的 做炮打司令部 網友說 他們真的想開一間有限公司的 民主有限公司的 他們的民主真是有限公司的 民主成分 當時我們在2019年的7月份 搞了一個反自動當選運動 搞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們也是被全部的泛民圍攻的 因為泛民當時有一個獨家代理 他們是民主動力 民主動力是民主黨的子公司來的 是100%全資擁有子公司 他們當時的 那個CEO 我們一定要說CEO的 他們是商業運作的 那個CEO就是趙家賢 趙家賢也是排斥了所有非民主黨的人 每個人都是鬼來的 總之你們有任何人都是鬼 你想來搶我的位 每個位都是我的 港九新界18區 包括尼島 甚至深圳也是他的 深圳沒有人選 我補充一點 除了 真是持平一點 就不只是民主黨和民主動力 另外還有一個圈 叫社運圈 這兩個 集團 他們經常 在利益一致的時候 他們就會 聯成一線 然後就會做一些 排擠其他人 包括抗爭者 其實他們也想排擠的 他們當初是排身抗爭者的 後來看到抗爭者越來越多了 他們就會黏在抗爭者 出來扮抗爭 說在香港這個政治很不堪 因為我們參與了太久了 我們由09年反高鐵開始 比較多參與 所以當時 我去Camp Asylum的時候 那條鬼頭 從09年開始問 問了6個小時 其實還沒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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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就說要下班了 看個鐘夠鐘下班了 他就趕了我走了 其實還沒有問 台灣 其實還沒有說了一半時間 講了香港 其實台灣的情況 是大量的台奸 我們也要強調告訴你 很多時候留言過 你也分不到他 其實一定是台灣人 問題就是 台灣 也有親藍營 有親綠營 他們以往是五波的 這是其中一套理論 我簡短講講 我認為最主要是台灣和香港的矛盾 就不應該是地域的矛盾 本身台灣 和香港作為一個大城市 已經有一個 矛盾在這裏 大城市的人本身已經有一種 令人 不喜歡的 本身這個城市和外圍的人已經是有矛盾 就算倫敦 紐約也是這樣 因為大城市的房子貴一點 裏面的人好像多一點 他們覺得自己高貴一點 城市人本身就是這樣想的 其實香港當然有些人是有大香港主義的 去到台灣 當然覺得我們高級一點的 我們的人勤力一點 急進很多 心急 覺得自己炒樓炒股票很厲害 覺得你們蠢 賣珍珠奶茶 賺多少錢 買樓炒股票一定會想這些東西的 你自己想一下自己有沒有想過這一句 你一定有在腦海閃過 在那裏煎牛扭 100台幣一盒牛扭 怎麼賺錢 你自己問一下自己 你自己問一下自己 這個想法一定會閃過的 所以 那種 那種 那種文化矛盾很大 第二其實就是語言 反而台灣 有很多人親近大陸當過香港 因為他們那種語言大家共通 大量的台灣藝人 去了大陸賺錢 台灣的廠商幾乎全部回大陸賺錢 因為台灣本土賺不到錢 這個問題 也是涂空了台灣經濟 令台灣 沉淪 這十幾年 從阿扁開始 沉淪到最近才開始好 因為台灣 是涉而不捨發展的半導體 也是因為 日本好像退出了半導體市場 整個空檔拿了回來 台灣有一套產業 就是台積電 半導體市場 獨佔額頭 但是 在很多產業方面 台灣也不行的 以往台灣很多的台商 其實是快要死的 大陸廣告開放之後 他們生產電風扇 即是那些小企業 全部回大陸 全部發散了 統一集團 在台灣 都不同不克 還有康師傅 毅家 康師傅是很有錢的 在大陸發達 然後台北101 毅家是大業主 他們很多人 在大陸發達 所以 他們跟大陸的關係很好 大陸也 趁著用這種關係 好像打親情牌 血龍於水 賺錢 令到很多台灣人 下意識上覺得大家要同一 兩個人要同一 當然 也有台灣主題 說 統一就沒有了 我們可以做親戚 我們可以不是一家人 我們可以做親戚 我們可以做親戚 我們可以在你旁邊 我們不一定要 跟你的性 是不是呀 大家可以是遠房親戚 是不是呀 大陸就沒有 大陸就要大一桶 不過 中國人 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標準 是不一致 他經常都說 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 是不可分割 一點也不能少 但是 在東北的300萬平方公里 那些又不是領土了 剛剛在這個布查 這個布查大屠殺被人揭發到那個番號那隊軍隊 其實就是通古斯族的女真族 通古斯語的女真族 即是滿洲人 即是滿清的 那些後裔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 俄羅斯 那麼有信心 那時候攻擊基庫 普京死都不妥協 他們預料 找特別部隊去做dirty job 這些叫別動隊 他們特意派過去做這些事 納粹德國就是有別動隊的 專門負責 殺平民的 其實是 他現在就是 他為什麼那時候那麼有信心 打基庫 他打算在那裏大屠殺 他打算這樣做 他要重複車神一次嘛 但是現在是事與願為而已 他打算強來的 他打算在那裏大屠殺 其實這個政權真的很邪惡 他會想的東西 全部跟希特拉是沒有分別的 一點分別都沒有 獨裁者就是這樣 到最後為什麼你要有制度就是這個意思 不可以讓一個人的權力不斷膨脹 是沒有制衡的 你經常說民主避免最壞的就是要避免這個最邪惡的惡魔出現 沒有說過要選最好的 藍絲不斷扭曲 你經常跟你說不是寧丹妙藥 我再說一次 寧丹妙藥有啊 你吃飽去吧 蓮花清溫啊 沒錯 那麼糟糕 上海不會大爆發啦 吃飽去吧 上海會大爆發 蓮花清溫 為什麼他們有事呢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上海 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民主 如果有民主是會約束他們的 就是那些穿白袍的那些 曾為打贏就是亂打贏的 因為他的權力 不受制衡 他大糟糕了 還有媒體有沒有辦法交通他 他是權力沒有上限 當任何人的權力沒有上限 沒有人制約的時候 他就甚麼都可以了 他要你陷阱啊 你不陷阱啊 你再不聽話打死你啊 上海不是搞成這樣嗎 上海是一個 比香港還要有錢的地方 一個那麼高度文明的地方 竟然搞到第三世界 還有 還有啊 現在上海還未回到身 還未有結束的人 因為 數字越來越大 現在萬九多宗確診的人 跟香港快要好似的 遲些 香港不再孤單啦 我們也有人陪啦 我們說一下台灣 台灣的 有大量的親國民黨的人 很討厭香港人 他會無時無刻找機會攻擊香港人 因為他覺得 本來我們韓國瑜正在贏的嘛 誰知道就被你們香港的一場革命 搞到整個民意逆轉了 當時韓國瑜正在贏的 你知道嗎 再加上我剛才所說的 兩地面有文化差異 這個也是文化差異 台灣是有 台灣是有誹謗罪的 有污名罪的 即是污名化人家 你說無端端人家被定罪 還兇手是污名化的 所以人家覺得慶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沒有這些東西嘛 香港抹黑誹謗好像老鳳一樣 我們每天都會被人抹黑 最要命的是我們還要被人告誹謗 我們每天都被人告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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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煙仔河 一個叫東方日報 一個叫香港01 最邪惡的三個部長 01 東方和星島 當時三份這些 藍匯都被人告誹謗 然後他們被人告誹謗 然後他們被人告誹謗 所以這個世界也沒辦法了 北朝人道士傭財 我們也沒辦法了 被人告誹要吃 誰叫你多人聽 沒有人聽的那些狗子蝸蝸 沒有人聽的那些狗子蝸蝸蝸 沒有人聽的那些狗子蝸蝸蝸蝸蝸 一定會有的 台灣 現在他們好像 怎麼說呢 好像越演越烈 因為我們有特派員 他說在街上被人扔射 不知道有沒有誇張了 其實真的應該不會 台灣以我們理解 台灣沒有那麼激烈的 台灣的黑幫就很激烈 他被人追頂射 我們是特派員 不知道你是不是平時對人不好 所以你也要檢討一下自己 這節講到這裡